第1531章过关 地烈火 聂彩珠祭出法宝的同时 也立刻施展神通 抬起手臂 对蓝色眼甲人凌空一画 呼啦 眼甲人头顶须空斥光闪过 裂开一道十几丈长的裂缝 一团团岩浆般的火球从里面喷射而出 打在蓝色眼甲人身上 大殿内温度狂涨 瞬间仿佛置身熔炉之中 然而蓝色眼甲人身体动也不动 手中的紫色盾牌亮起一层紫光 轻松便抵挡住一团团岩浆火球 手中大剑也一劈而出 和金色龙爪碰在一起 扑吃一声轻响 金色龙爪被轻松劈成两半 金色神龙丝毫也不在意龙爪被斩 粗壮龙尾一卷 如同一条去边斑打向对方 蓝色眼甲人眸中如同活人斑闪过一丝不耐 手中大剑光芒一剩 整个人和大剑相容一体 竟然是人剑合一的神通 化为一道巨大蓝色剑红 一闪而逝地斩在金色神龙身上 金色神龙当即被蓝腰斩成两截 身上灵光终于散去 轰鸿一声砸落在了地上 蓝色剑红没有丝毫停顿 继续朝聂彩珠射去 聂彩珠神色一变 两手积极掐绝 身下光芒闪过 一个白色巨屏屏空出现 正是预镜屏 他不敢持一分毫 身体馊的一下顿入屏内 聂彩珠刚刚进入预镜屏内 蓝色剑红便电射而至 劈在玉镜屏上 当的一声巨响 玉镜屏被劈出去 狠狠砸在后面的墙壁上 墙面白光连闪不已 玉镜屏屏身仍然白进光洁 没有一丝裂痕 蓝色剑红内响起一声轻疑 却也没有追击涅彩珠 方向一转的劈向沈洛 沈洛此刻全身紫色冰金 已经融化近半 但还没有彻底脱困 眼见剑红展来 他却也没有惊慌 单手一捏法绝 丹田触翅光连闪 九柄纯阳剑从中射出 朝蓝色剑红营去 九柄飞剑散发的剑气快速旋转 幻化出九道巨大剑影 从九个方位同时披在蓝色剑红上 纵横交错的剑气形成一张死亡剑网 笼罩了方圆数十丈的空间 没有一丝闪避的剑系 蓝色剑红顿时被拦了下来 里面的蓝色眼甲人似乎知道躲避不了 全力催动蓝色剑红 剑红豁然大胜 粗大了背戌 狠狠批在剑网上 顿时撕裂开一道巨大的口子 眼看便要彻底突破 纯阳剑是第六式 九剑合一 沈落两手已经挣脱出了冰筋的束缚 手掐剑绝 九道剑影滴溜溜急速转动 猛的合而为一 化为一道百丈大小的赤色巨剑 一团更大的赤色气旋在巨剑周围盘旋 撕裂虚空发出嘶嘶的惊人声响 赤色巨剑上的至红剑光煞时间十倍明亮 光辉万丈 一柄能开天辟地的狂剑浮现而出 四缓时急的向前辟出 和蓝色剑红狠狠对撞在了一起 一声巨响如天雷炸开 震得所有人都是心头一跳 狂风如浪 席卷了整个大殿 一道道赤色剑气 蓝色剑光似散飞射 在地面上刮出道道深狠 蓝色剑红被震飞了回去 随即溃散开来 显现出蓝色眼甲人的身影 其手中的蓝色大剑却布满了裂痕 显然承受不住纯阳剑式九剑合一的力量 很不错的剑式神通 竟然能击溃我的战炉剑 若你能再破了紫急寒玉盾 便算你们过关 蓝色眼甲人淡淡说了一句 将手中紫色盾牌举在身前 盾面绽放出道道紫光 大片紫色冰烟浮现而出 紫急冰海 蓝色眼甲人两手掐绝 向前一推 紫色冰烟凝成一道巨大紫色焰柱 隆隆射向沈落 沈落面色一凝 两手一挥 又有一柄纯阳剑从他身体内射出 正是那柄64层静置的纯阳剑 那柄赤色巨剑一闪裂开 重新化为九柄飞剑 四散而开 落在蓝色眼甲人身周各处 金光剑阵 起 沈落低喝一声 赤柄飞剑插那间都急速转动起来 化为十个赤金色的光轮 好像是颗小太阳 耀眼无比的赤金光芒绽放 淹没了蓝色眼甲人的视野 其顿时什么也看不到了 金色剑光中更有扰乱神魂的作用 让人无感混乱 难辨东西 打向沈落的紫色焰柱顿时偏移方向 狠狠打在他左侧老远之处 沈落全身金光大放 赫然彻底脱困而出 身形一晃飞掠到一颗金色光轮后 掐绝一点 光轮内的飞剑猛烈一阵 密密麻麻的金色光剑从中喷射而出 发出巨大剑笑 打在紫色焰柱上 紫色冰面寒气惊人 金色光剑和其一碰 立刻便被动成紫色冰剑 然而这些光剑和之前照飞己的音波不同 蕴含的力量天差地别 金色光剑虽然被动住 但其蕴含的尽力却仍在 继续怒射而下 无数语打巴交的声音响起 紫色焰柱眨眼间便被打得千疮百孔 一团团紫色冰面崩溃开来 四散飘飞 蓝色眼甲人手中 紫极寒玉盾的光芒散乱 和那些冰面情况一样 眼甲人见此神色一变 张口喷出一团蓝光 融入紫极寒玉盾内 盾上散乱的紫光顿时收敛 四散飘飞的紫色冰面也再次凝聚 化为一只紫焰巨手 靠着一点灵绝辨别方向 朝半空一个金色光轮抓去 沈落身形一晃出现在那个光轮后 掐绝一催 光轮内也轰的一声 射出无数金色光剑 暴雨般打在紫焰巨手上 再次将其射成马蜂窝 崩溃飘散 沈落掐绝对旁边第三个光轮一催 无数光剑从上面射下 这次却是打向蓝色眼甲人 眼甲人听到动静 急忙将紫色盾牌挡在头顶 一圈圈紫光垂落下来 形成一道厚厚光照 护住其犬身 无数金色光剑暴射而至 打在紫色光照上 紫色护照狂颤不已 飞快变得稀薄 只支撑了两三个呼吸便要彻底崩溃 蓝色眼甲人低吼一声 头顶紫急寒一顿光芒一盛 似乎要做什么 然而他头顶虚空一花 沈落人影凭空出现 手中捧一块暗红色大印 正是翻天印 向下一砸 暗红光芒闪过 翻天印瞬间化为房屋大小 狠狠击在紫急寒玉盾上 紫急寒玉盾印生碎裂 蓝色眼甲人深周的护照也随之崩溃 翻天大印继续陨石般落下 打在其身上 蓝色眼甲人毫无反抗之力 被翻天拒印撕死压在下面 半边身躯粉碎崩溃 竟然没有彻底碎裂 中围紫急冰宴被震飞出去 飘落到大殿各处 一股急寒气息笼罩了整座大殿 地面和墙壁浮现出大片紫色冰晶 沈落没有理会周围 正要催动翻天印发动第二击 很好 你战胜了我 前往下一层吧 蓝色眼甲人艰难地吐出一句话 张口射出一道荧光打在附近的虚空中 虚空顿时裂开 形成一扇银色光门 第1532章收珠 沈落闻言 急忙收住了翻天印 紧绷的面色放松下来 做完这些 蓝色眼甲人眼中最后一点神采消失 残破的身躯失去所有灵光 彻底不动了 紫急寒玉盾上的灵光也技术飘散 突然化为无数紫色粉末 一颗拇指大小的紫色金石 却从中滚落出来 在落在各处的紫急冰宴突然急闪起来 然后朝紫色金石快速汇聚而去 几个呼吸后 一颗鸡蛋大小的紫色冰珠赫然凝聚成形 周围闪动着一层紫色冰液发出一股吸引之力 大殿内所有紫色冰金技术融化 化为缕缕紫色寒气朝冰珠汇聚过来 融入其中 原本充斥着大殿的寒气技术消失 仿佛幻象一般 神若见此 面露惊讶之色 好一会才反应过来 掐绝散去金光剑阵 漫天剑光朝水扳道卷而回 重新化为石柄飞剑 飞回他体内 随着紫色冰金消失 纳照飞机也重获自由 面色看起来很不好看 化为一道黑影飞回乾坤袋内疗伤 神若此刻面上泛起一阵苍白 身体摇晃了一下 金光剑阵威力强大 对于法力的消耗也不小 再加上催动翻天印 他体内法力已经见底 表哥 聂彩珠也从预镜屏内飞了出来 看到神若这个样子急忙送念咒语 掐绝施展普陀山的恢复神通 普渡众生 一道绿光霉入神若体内 其身中浮现出一个绿色光环 快速闪动起来 没闪动一下 周围的天地灵气都会快速汇聚过来一次 转化为法力注入其体内 绿色光环接连闪动了九次 这才彻底消失 神若的法力虽然没有彻底恢复 却也恢复了大半 没事了 我的法力已经恢复了很多 原来你带着预镜屏啊 神若面色不再苍白 看了旁边树丈高的剧屏 师父怕我出意外 让我将预镜屏带着 不过屏内静置我无法练化 发挥不出大的威力 只能躲进去逃命用 灭彩珠掐绝点出 预镜屏快速缩小 飞入其手中 能用来逃命已经很好了 以后再遇到刚刚那么危险的情况 不用管我 立刻躲进屏内 我自有办法保住自己的性命 神若站起身来 说道 聂彩珠听了 微微点头 神若缓不来到蓝色眼甲人身旁 沉默不语 这个眼甲人还真是厉害 而且无论战斗手段 还是灵智都和寻常修饰没有两样 聂彩珠说道 神若俯下身子 拿起眼甲人一块碎裂的身躯碎片 里面刻满了特殊的眼纹 正是鬼眼符纹 果然是鬼眼啊 他喃喃说道 鬼眼 聂彩珠一正 神若简单解释了一下何为鬼眼 聂彩珠眼神顿时沉了沉 显然对鬼眼之术非常厌恶 神若宽慰了聂彩珠两句 看着那道银色光门 沉吟不语 听这眼甲人所言 这里是什么天眼宫 莫非是天机城的某个秘境 若是这样倒不用担心 天机城的人应该很快便能找来这里 他拂袖发出一股金光 收起了这具蓝色眼甲人 留着之后慢慢研究 然后看向那颗紫色冰珠 眸中闪过一丝火热 先前侵入他体内的紫急寒气 已经被电沧海神通吸收 这股寒气威力惊人 竟然促使电沧海神通再次进展了不少 距离第五层境界只有半步之遥 如果能想办法将这团紫急冰珠练化 他的电沧海神通肯定能真正进阶第五层 达到大圆满境界 只是紫急冰宴威力极大 能够冻结一切接触的法力和物体 想要收取此物恐怕不易 沈洛伏袖射出一股蓝光 卷住此珠 紫急冰珠上紫光闪过 蓝光瞬间被冻成冰块 好在他已料到这个情况 早早掐断了蓝光和自己的联系 没有被紫急寒气波及 果然不是好收取的 沈洛南南说了一句 又尝试了另外两种收取之法 都以失败告终 一件设物法宝还被直接变成冰块 内部尽致都被生生冻散 表哥你想收掉此珠 这冰珠确实不凡 我用玉镜瓶试试 聂采珠自告奋勇地说道 玉镜瓶是普陀山至宝 收取此珠没有问题 不过那样一来你就无法躲进去 舍本求没 还是不要了 沈洛摇头说道 突然想起一物 翻手取了出来 正是那个神秘石霞 此物能够收取红莲夜火 太阳真火等危险无比的东西 他至今也没能弄清楚此物的内部结构 或许也能收掉紫吉兵珠 他催动石霞 一股犀利从里面透出 卷住紫吉兵珠 紫吉兵珠上的冰烟微微一亮 似乎想要冻结石霞 但闪动了几下后便消退下去 果然有用 沈洛谋中一喜 加大了石霞的收射之力 紫吉兵珠搜的一下没入石霞内 静静躺在了那里 紫吉寒气没有对石霞产生任何危害 看着这石霞比我预料的还要神妙 他心中暗道一声 也没有研究 将石霞收入逍遥境内 做完这些 沈洛又将被聂彩珠冰封的银狼眼甲取出收掉 聂彩珠也拿回了九天仙灵和那根盘龙棒 九天仙灵没事 可惜盘龙棒已经被斩成两截 内部禁止崩毁大半 无法再用 彩珠你善于使用短棒做武器 抱歉让你损毁一件法宝 我手中也有一件短棒 你看看能否凑合着用着 沈洛藩手取出一根黑色短棒 正是那根是原魔棒 他得到此宝后 基本没有怎么使用过 既然聂彩珠善于使用短棒法宝 便赠给其用用 魔族法宝 聂彩珠感应到魔棒气息 眉头促气 魔族本就是三界生灵之一 倒不用太过区别对待 而且魔族法宝犀利 由胜我们先到法宝一筹 这跟魔棒神通更是玄妙 你可以先尝试一下 再延其他 沈洛笑着说道 聂彩珠听了这话 这才结果世元魔棒 运其法力注入其中 世元魔棒上顿时腾起一股黑光 围绕着聂彩珠盘旋舞动起来 仿佛已经练化完毕 聂彩珠运转炼宝诀 很快便感应到了世元魔棒蕴含的无上神通 聂上顿时露出惊喜之色 第1533章巫族禁法 这世元魔棒能够吞噬活物元气 反补操控之人 和我们普陀山的治疗秘书颇有相通之处 多谢表哥 聂彩珠高兴地说道 你喜欢就好 不过这世元魔棒用多了 内部魔气有可能侵染身体 这面盘龙臂你带着 能够有效抵御魔气的侵袭 沈落点点头 然后取出镇原子赠送给他的盘龙臂 递给聂彩珠 他如今体内纯阳之力强横 足以抵御魔气的反噬 这盘龙臂已然用不到了 聂彩珠也没有客气 结果盘龙臂佩戴在贴身之处 两人随即来到那道银色光门旁 没有贸然进去 我们接下来怎么办 按照那蓝色眼甲人所说 去天眼宫的二层 聂彩珠看向沈落 显然要其拿主意 沈落没有说话 转手朝周围望去 已经等了这么久 天机城人完全没有出现的迹象 难道是自己想错了 这里并不是天机城掌握的秘境 带着这里也不是办法 银色光门不知何时会消失 先按照眼甲人所说 前去二层吧 他沉吟一下 开口说道 聂彩珠自然没有意见 两人踏入银色光门 眼前一花出现在一片开阔广场上 广场周围白云飘飘 欲望无际 好像位于云端之上般 而在广场前方耸立着一座巨大建筑 看起来是一座宝塔 此塔通体呈现金灰色 高耸入天 从广场这里看去分为五层 每高一层变析了一截 第五层的塔尖需要将脑袋昂道极致 才能堪堪看到 庞大壮观到难以置信 人站在塔前渺小的好像蝼蚁 除了高塔和广场 这里再无他物 这里就是天眼宫二层 聂彩珠举目眺望眼前巨塔 面上露出差异之色 火道友 你觉得这里是什么地方 陈洛对周围的环境也很是惊讶 传音和火灵子沟通 从古道经各种秘境无数 我哪可能一一知晓 不过以我看来 此地颇有古怪 你们还是当心为好 火灵子翻了个白眼后说道 这地方看起来是某处秘境 应该已经不在天机城内 沈洛目光一凝 对聂彩珠说道 那车青天会不会也来到了这里 聂彩珠突然说道 有可能 彩珠你还是躲进逍遥境内 以防万一 沈洛早就在暗暗留意周围的情况 说道 好 表哥你要当心 聂彩珠没有拒绝 沈洛催动逍遥境 将聂彩珠收入其中 朝高塔那里行去 很快来到塔门处 包塔入口处的塔门高约四五十丈 此刻紧闭着 上面隐隐泛着白光 看起来似乎是某种静置 他挥手发出一股金光 试探般的一推 大门应声而开 露出一条黑色通道 咦 这么轻易便打开了 沈洛反而愣住 通道内漆黑一片 根本看不到底 他运起神石朝里面探去 然而眼前整个空间内也充斥着一股静置之力 和之前大殿内的静置感觉差不多 而且强大了数倍 他的神石根本无法离体半分 沈洛没有贸然进去 挥手召唤出一片水流 施展通灵之术召唤静腰 这地方诡异莫测 他需要尽可能增强实力 静腰已经进阶真仙期 而且其神通奇妙 助力颇多 然而无论他如何施法 通灵之术都无法感应到静腰存在 显然有极高明的静置隔绝了此地和外界的联系 沈洛神情明重起来 陈寅一会后取出玄黄仪器棍 并继起千斗金尊护住身体 这才踏进塔门内 门内黑色通道内光线非常暗淡 以他的目力也只能看出十几丈远 就算催动护体灵光也无法照亮 周围的黑暗似乎能吸收光线 这是幽暗明屋禁法 火灵子轻一一生 幽暗明屋禁法 和巫族有关神洛文言追问道 没错 巫族禁至怎么会出现在这里 火灵子回应一声 而后喃喃自语起来 神洛心中更加警惕 将千斗金尊之力又增强了几分 继续朝前行去 又走了一段路 火灵子突然出声喊停 怎么了 神洛停下脚步 你左手边墙壁有些古怪 喂 神小子 放我出来 火灵子说道 神洛文言从逍遥境内取出明火炼炉 视线也朝那里望去 左手边的墙壁上隐约有几道模糊纹路 看起来是乌文 他对乌文并不了解 不知道是什么意思 火灵子从明火炼炉内现身出来 停在那几道乌文前 定定不动 这些乌文是什么意思 火道有看得懂吗 神洛问道 这些不是乌文 而是乌族符咒 墙壁内似乎藏了什么东西 火灵子说道 张口喷出遗物 却是那个刻露了炼神大阵的黑色石碑 他手舞足蹈 做着一个各蛮荒族群的静天动作 两手也在掐绝 所施法诀和沈洛见过的任何法诀都不一样 黑色石碑上泛起一道黑光 不断注入墙壁上的乌文内 几道乌族符咒吸纳了黑光 飞快变得明亮 火灵子手掌在几道符咒上一按 下面的石壁发出卡卡的声音 朝着下方凹陷进去 漠出一个半尺深的凹槽 存放着一个黑乎乎的东西 却是一个黑色卷轴 果然有东西 火灵子拿出卷柱 哗啦展开 神情一正 神洛也看了过来 里面既没有记录神功妙法 也没有玄妙阵图 只有一条条纵横交错的黑线 非常凌乱 没有任何规律 看起来好像是顽童的涂鸦 黑线的某些区域还有一些文字标注 不过写的都是乌文 沈洛也看不懂 而在卷轴最后 还有一个看起来颇为复杂的图案 似乎是某个标示 火灵有你懂乌文 可看得出这画的都是些什么 沈洛问道 我只能看懂这上面的文字 写着炼气垫 金石格 零售员等等 看起来好像是一处大型洞府的地图 不过画得这么凌乱 未必是真的 至于最后的那个图案 我也看不懂 火灵子一脸失望之色的说道 他原本以为墙壁内存放着的是一些乌族的阵法 乌术之类的典籍 没想到是一副不明所以之物 顿时大感无趣 第1534章规则 给你吧 上面的乌文都写了标注 火灵子将卷轴扔给沈洛 收起黑色石碑 飞回了明火炼炉 沈洛端详卷轴上的涂鸦 这东西占一看似乎是地图 细看却完全不对 每个路口都有好几道方向 很多路线还是彼此重叠 甚至是冲突的 哪有这重地形结构 他摇了摇头 将卷轴收入怀中 又将明火炼炉收起 这才继续前进 通道颇长 他又不敢走快 足足走了一刻钟才到头 好在中间没有发生变故 除了漆黑通道 前方突然变得明亮 一条长长的侵蚀通道出现前方 通道旁耸立着一块石碑 上面铭刻着几型文字 指天眼宫二层者 实力不凡 勇气可加 前方乃天选迷宫 既有危险 亦存机遇 沈洛看着石碑文字 轻轰了口气 看来这里确实是天眼宫第二层 自己莫名其妙被卷入了一个考验中 不知是好还是坏 他打量前方的侵蚀通道 看起来没有特别的地方 两边墙壁会刻着许多奇怪的图案 山石 流水 人物 鸟兽都有 空而惊妙 空而拙劣 让人看不明白 会指之人究竟是何意图 进石通道也是禁止密布 石石仍然无法散开 督到了这一步 神洛也没有迟疑 正要迈步前进 眼睛余光突然看到石碑后面似乎也写着什么 身头看了过去 石碑紧贴墙壁 从这个角度不容易看到里面一面 他将脸贴在墙壁上才看清 那一面确实写着一行文字 和正面的字迹一样 显然是同一个人所写 天旋迷宫内 毁坏墙壁者 必遭惩罚降临 解在这种地方 究竟是想让人看到 还是不想让人看到 沈落对立下石碑的人有些无语 附身将石碑仔细检查了一遍 发现在没有别的隐藏内容 这才迈步前进 沿着轻蚀通道行走一阵 前方突然出现一个十四路口 三条几乎一模一样的通道各自延伸 弯弯曲曲 难以看到尽头 他回想起刚刚时悲伤的内容 威力沉吟后沿着正面通道继续前进 没走出多远 卡卡的激阔转动声从后面传来 沈落文声立刻闪身向后飞掠 眨眼间飞掠到之前的十四路口位置 然而这里的十四路口已经不见 变成了三叉路口 通往出口和左侧的两条侵蚀通道消失不见 多出了一条通往左前方的通道 可以改变地形的迷宫吗 沈落男男自语了一声 转身继续前进 很快一个双叉路出现在前面 左右延伸 他选了朝左的道路继续前进 这座天旋迷宫复杂无比 走一段便出现岔路 或是两条 或是三条 而且每经过一处路口后 那里的地形立刻便会发生变化 沈落一开始还试图去记忆途径的路线 可后面越走越乱 根本记不过来 索性不再费神 走到哪是哪 就在此刻 一阵金属碰撞摩擦的声音从前方传来 沈落目光一动 却没有停下脚步 继续前进 很快看到了金属碰撞声的源头 却是一具青蛇眼甲 这具眼甲和在大殿内 碰到青蛇眼甲有些相似 但也有不同 手臂弯曲犹如蛇身 手里握着的不再是弯刀 而是两柄黄蒙蒙的蛇形长剑 戒身还有一道血色纹路 颇为不凡 青蛇眼甲看到沈落 立刻怒吼着冲了过来 尼宫内情况诡异 沈落无意和这眼甲多作纠缠 直接施展破天乱棒 两棍便将青色眼甲打得粉碎 倒是那两柄蛇形长剑 不知是什么材质 受玄黄仪器棍衣机竟然没有断裂 只是被砸得弯曲而已 咦 这对长剑内竟然蕴含不少玄规板和血淋石 难怪能承受得住你的棍子 将这对长剑给我 我将里面的玄规板和血淋石提炼出来 对你都有大用 就是量有些少 火灵子的声音再次响起 沈落眼中一喜 玄规板不用说 血淋石是炼制血破原番的一种珍贵材料 他在天机城没能找到 想不到在这里碰到了 拂袖这对长剑收了起来 送入明火炼炉 他继续向前走去 遇到这青色眼甲仿佛是个开端 接下来每走一段路便会遇到一两具眼甲 有的是之前的蛇形眼甲 有的是别的眼甲 这些眼甲都不是很厉害 被他施展棍法轻松解决 又收集了三四对蛇形长剑 足够炼制血破原番 其他眼甲身上也都有一些珍贵材料 收获颇风 莫非这些眼甲就是石碑上所说的危险和机遇 沈落心中暗道 很快 他进入这天旋迷宫超过了一个时辰 轻石通道内只是偶游眼甲守护 并无其他危险 他正考虑要不要加快一些速度 哒哒的脚步声从前面传来 非常轻快 和先前的眼甲截然不同 沈落眉头一蹴 正要催动软烟罗锦衣引去行计 却来不及了 一道人影出现在前方通道内 正是车青天 呵呵 沈落 你果然也被传送进来了 车青天面色微呀 随即笑道 车道友 你也在这里 不知是否已经拿到这天眼公主人的传承 沈落看到车青天 心下也是已经 故作平静地说道 你怎知道这里是天眼公 车青天神色斗变 声音易冷 沈落文言一正 难道车青天不是和他一样是从第一层打上来的 前面可是有不少地方标明了此处是天眼公 而且车青天听他提及天眼公的名字 反应如此之大 看来起早就知道这个地方 我如何知道 为何要告诉阁下 沈落心念转动间 回应道天眼公是我们车家人才能进入的圣地 既然你不愿意老实回答我的问题 那就去死吧 车青天眼放寒光 充满了杀鸡 翻手取出一柄雪白大剑 一道宽大剑气一晃出现在沈落头顶 当头斩下 沈落早和此人交过手 并未太过落入下风 运起玄黄一气棍抵挡 可是刚过两招 沈落呼绝不对 车青天此刻行动浑如鬼魅 手中那柄大剑威力惊人 剑法更是高超 比以前厉害了数倍 刚交手两招 沈落又必变被一道剑气扫钟 先血蜂拥而出 千斗金尊也没有发挥多少作用 他急忙接连施展坡添乱棒的绝招 这才勉强将其逼退 第1535章夺命狂奔 你先前隐藏了实力 沈落死死盯着车青天 贺问道 叫话 和你这种真仙初期的楼椅交手 我何必用上全力 你若躲得远远的 我未必会去找你晦气 如今你自己送上门来 那就永远留在这里吧 车青天吃笑一声 手中大剑寒气大盛 通道内飘起了无数雪花 金涛雪斩 他大喝一声 手中大剑斩出 漫天雪花突然间纷纷交织凝结 近数变成门板般的巨大剑气 密密麻麻 仿佛一道道怒涛般朝沈落罩去 近时通道本就不大 白色剑气范围又广 根本无法躲避 沈落只觉周遭虚空温度骤降 身子也是一尘 好像坠入了沼泽 而且和周围天地灵力的联系都被隔绝 他虽惊未乱 双手狂舞 全力施展颇天乱棒 密集棍影在深周出现 和铺天盖地的剑气象状 发出密集如雷的炸响 车青天嘴角露出一丝冷笑 手中飞快掐绝 大剑突然一翻 通道内的白色剑气滴溜溜转动 化为一柄柄白色飞剑 并有序排列起来 眨眼间形成了一座精妙剑阵 凌厉无比的剑气勃发 瞬间冲涩了整个通道空间 比起金光剑阵也不逊多少 狠狠斩在沈落身上 沈落身周的破天乱棒棍影被一闪破掉 整个人被往后打飞了出去 重重撞在通道墙壁上 他双臂赫然密布着一道道纵横交错的剑痕 伤口处都被冰晶冻结 一股股寒气侵袭他体内经脉 而那座雪花剑阵式剑气凝聚形成 并不稳固 一击之后也崩溃消失 表哥 涅彩珠从逍遥境内看到沈落的情况 惊呼一声 立刻松念咒语 两手飞快掐绝 一道绿光从其身上射出 里面引现一根翠绿洋柳 穿过逍遥境没入沈落体内 沈落体表顿时浮现出明亮绿光 体表伤口快速愈合 法力也恢复了不少 普陀山的杨柳甘露 你身上带着空间法宝 交出来 车青天眉梢一挑 白色大剑再次斩了过来 无数雪花又一次凝聚而出 沈落得涅彩珠相助 立刻翻身站起 毫不迟疑转身朝远处飞跃而去 车青天此刻展现的实力 比之前强了太多 甚至在太乙七之列也称得上强者 就算动用纯阳金光剑阵和翻天印也未必敌得过 他的天煞狮王虽然也具有太乙七的实力 可高塔内的禁制队神魂限制极大 在这种地方寄出天煞狮王恐怕连操控都很困难 无法发挥实力 反而可能让其落入车青天手中 毕竟此人也是一个眼术大师 他心念电转 瞬间权衡了一切 选择逃走 车青天立刻追了上去 然而通道内突然响起一股百龙悲鸣的笛声 让人情不自禁回忆起最痛苦的记忆 车青天为了重振车家声威 从小吃尽了苦头 伤心之事更是无数 不禁被笛声勾动心神 飞略的身影停顿了一下 沈落趁机逃离了雪花范围 身上绿光闪烁 施展一幕先顿 此地无法展开神石 用盾数逃走是最好的选择 根本无法追踪 然而附近虚空中涌出一股白光 竟然阻挡住他进入灵力空间 他暗骂一声 双腿心月光芒闪烁 斜月步 移形幻影 掠石不等身法全力施展 整个人瞬间化为一道幻影 朝远处如电飞逃 秋走 车青天身体一颤恢复了神智 筋目焦急的紧追过去 他双脚上轻光闪动 穿的靴子似乎不是凡雾 速度竟然比沈洛还要快 二人距离飞快缩小 沈洛心中一惊 顾不得前方通道内是否有危险 身上赤光闪过 一柄纯阳剑冒出 拖住他的身体朝远处射去 这样就想逃掉吗 车青天冷笑一声 双腿泛起阵阵明亮轻光 凝成一团急速转动的青色旋风 他的身形飞顿而起 化为一道鬼魅般的青色幻影 再次飞快拉近二者的距离 然而就在此刻 前面的沈洛突然翻手一挥 一道道金色雷电破空而出 逆急而刺眼的金色电弧 将前方视野技术填满 车青天轻面冷哼 手中白色大剑凌空一展 漫天剑气再次浮现 瞬间便将那些金色雷电技术斩灭 前方通道内出现一个三叉路口 沈洛飞顿进入中间那条通道 那条通道顿时轰鸿一声消失 车青天见此眉头微醋 停下身形翻手一挥 一只形如幼犬的白色小兽 出现在身前狠狠嗅着 然后对车青天尖叫了一声 车青天拂袖卷起小兽 朝旁边一条通道射去 沈洛在通道内遇见飞顿 接连穿过几条通道 这才停下飞顿的身形 这天旋迷宫内地形不停变换 一旦分开便几乎无法相遇 他跑出这么远 那车青天就算是太乙高手 应该也无法追来了吧 火道友 刚刚那车青天施展的是什么神通 竟然能将剑气化为剑阵 沈洛看着身上还残留的伤口 沈生问道 我对剑法神通了解不多 不过此人实力太过高强 你现在还不是对手 还是尽可能逃远些比较好 火灵子说道 也要逃得掉啊 沈洛取出一枚疗伤单要服下 正要继续向前飞顿 豁然转手朝后面望去 为了以防万一 他在刚刚通过的几条通道内 都留下了一个天魔眼警戒 反正他体内魔器都是妨碍 他恨不得一下子用光彩好 不用考虑节省的问题 这青天的身影竟然接连出现在那些通道内 快速朝沈洛所在位置靠近过来 沈洛神色一变 这也能追上来 他不敢再在原地停留分毫 继续朝前飞顿而逃 同时在途径的每一条通道内 继续留下一个个天魔眼 怎么 那车倾天追上来了 火灵子看到沈洛这个样子 问道 不知此人用了什么手段 在这迷宫内也能追过来 沈洛沉生说道 此地空间密布着各种静置 天魔眼的效果也被削弱了很多 只能勉强感应远处的情况 无法像之前那样传送声音和画面 他无法通过天魔眼观察车青天用了什么手段 第1536章脱壳 看来这天旋迷宫看似混乱无章 其实还是有规律可循 那车青天刚刚声称此地只有车家人可以进来 或许手中掌握了这座迷宫的某些诀窍 就算通道改变也能绕路追踪过来 不管怎么说 现在情况对你非常不利啊 火灵子略意沉吟 说道 沈洛无需火灵子提醒 自知目前形势下是逃得越远越好 脚下赤光一闪 又多出了一柄飞剑 两剑联合之下 他的顿速增加不少 呼啸向前 他倒并非不能再放出几把飞剑 主要是这通道空间不大 而且曲曲折折 飞得太快只会撞到墙壁 两柄飞剑叠加已经是他能掌控的极限 飞盾之中 他急速思考对策 这迷宫的奥秘 他一时半会不可能看得出 只能先向前飞逃 只是这么逃下去也不是办法 得想办法彻底甩开车青天 离开这灰色高塔估计不行 外面的广场空间虽然看起来一望无际 但沈洛感觉那是阵法禁止幻化 并非真的有无边的空间 去那里只会死路一条 况且他一时之间也根本找不到回去的路 看来唯一可行的办法 还是要朝通道深处一探 想办法前往天眼宫第三层 打定主意 沈洛朝通道深处加速前进 每经过一条岔路都会催动法力 幻化一个分身 朝里面掠去 他不知道车青天是如何参透这些变幻迷宫的 但车青天肯定有锁定他位置的方法 希望这么做能干扰车青天的追踪 沈小子不用坐这等无用功了 如果我所料不差 那车青天不是通过法力痕迹追踪于你的 火灵子说道 哦那他是通过什么手段找上来的 沈洛眉头一皱问道 追踪之数千千万万 我也只是知道个大概 但如果没有猜错 他很可能是通过气味之类的手段 所定你的行计 火灵子说道 气味用气味追踪是低阶修饰常用的手段 高阶修是有的是办法隔绝自身体味 车青天可是太乙高手 不会沈洛一正说道 化为说完 他突然想起之前带着万水真人 在无垠沙海和方金格三人追逃时 方金格的礼标就是使用一种挥屯兽追踪他和万水真人 声音顿时停住 手段没有什么高低之分 只要能达到目的 就是好手段 而且在高明的手段 也无法真的完全隔绝气味 效果好坏而已 三界中有一些奇妙生物嗅觉敏锐无比 远超你的想象 一丝半分的气味也能追踪 而且这迷宫内空间狭小 正适合用气味追索敌人 火灵子淡淡说道 说的也是 沈洛微微点头 神色突然再次一变 立刻向前飞顿 留在后方通道内的天魔眼 再度感应到了逼近的车青天 而且对方这次追来的速度非常快 马上便要赶上 就在此刻 前方又出现一条十字通道 沈洛目光闪动 拖下一件衣衫 交给幻化出的法力分身 让其带着衣服朝另一个方向飞去 等一下 火灵子突然开口 车青天很快追踪到了这条岔路 他头顶旋着一张白色浮路 向下散发出阵阵波纹 使其整个人化为虚物状 直接从通道石壁上横穿过来 整座天玄迷宫对其来说根本形同虚设 天眼宫是车家后人世世代代都在寻找的圣地 这里隐藏着车员平生最大的隐秘 车员一身惊天动地的眼术都是得自这座天眼宫 而且其所得并不全面 天眼宫内仍有更高深的眼术传承 车员的一本手记内记载了许多天眼宫的情况 这枚白色浮路也是凭借车员的记载链制而出的 专门用来对付这第二关的天选迷宫 车青天原本还不想动用此服 因为其蕴含的威能有限 但任由沈落在这里乱窜下去 谁知道会发生何事 必须尽快将其铲除 但就在此时 藏在其袖中的白色小兽突然迟移了起来 左右两边都有气味传来 看来这沈落有些手段 竟然这么快就察觉到了我的追踪手段 车青天眉头一皱 翻手取出一个眼甲球抛出 眼甲球快速变大 眨眼皆化为一个眼甲人 看起来和车青天一模一样 这是特殊的眼甲 无需神魂之力操控 也具有相当的战斗力 车青天掐绝一点头顶浮路 一道白光打在眼甲车青天身上 其身体也变成虚幻状态 两人朝两条通道同时追去 车青天本人很快追出了数百丈 立刻便发现沈落的法力分身 静静站在前方通道内 手里拿着一件青袍外套 车青天并未因为追得是分身而失望 看了那青袍一眼 嘴角反而露出一丝笑容 手中大剑白光一闪遍 斩掉了法力分身的脑袋 剑光随即卷向那件青袍 他有一门隔空杀人的诅咒神通 但必须要对方的一件贴身物品做媒介 有了这件沾满沈落气味的贴身长袍 他就能施展此数 就算杀了不了对方 也能让其重伤 然而剑气刚刚靠近那件青袍 青袍上立刻冒出一股紫色烈焰 瞬间便将青袍化为了灰烬 一点残渣也不剩 情况这般急转直下 车青天面色瞬间变得铁青无比 狠狠瞪了这些灰烬一眼 转身朝另一个气味方向电射而去 没有看到一缕紫光悄然沿着剑芒快速渗透进了白色大剑内 割手了吗 沉落在一条通道快速前进 身形化为虚无 轻声说道 他已然催动了软烟罗锦衣 引去行迹 竭力隔绝了身上的气味和法力波动 软烟罗锦衣玄妙无比 他全力催动此一后 通过迷宫路口 迷宫竟然不再变换 显然此地静置也无法感应到他 哼 我亲自出手还能出错 那车青天没有追来 看来其目前的追踪之术 无法锁定穿着软烟罗锦衣的你 不过这也不代表你已经安全 需得尽快想办法彻底摆脱那人 火灵子傲然说道 沉落先前要用衣服干扰车青天的时候 火灵子便以衣服为耳 设了一个套中套 将一缕子新地火打入车青天的随身法宝内 车青天虽然实力高强 但论起心计手段 还是比不上活了不知多少年的火灵子 第1537张涂鸦地图 沉落听了火灵子之言 一颗心暂时安定下来 继续快速向前 又前行了两三百丈距离 拐了一个弯道后 前方通道突然开阔了两倍有余 通道一侧的墙壁上出现一座青色电门 悬挂着一块匾额 写着金石格三个大字 金色电门已然半开 而且上面留有被强行轰击过的崭新痕迹 应该是车青天所为 里面的东西想必早已被掠走 金石格等等 这不是之前那卷轴上标注的一个地方 难道那卷轴上的涂鸦是天旋迷宫的地图 沉落脑海念头电闪 没有在此处停留 继续朝前面飞顿 同时取出那个卷轴细看 他原本看不懂这些涂鸦般的地图 但经历过天旋迷宫变幻莫测的通道 再去看这幅涂鸦 结果完全不一样 那些混乱交错的路线 不正是迷宫的诸多变化 地图上一一详细列举了出来 难道这真的是天旋迷宫的地图 沉落心中暗道 很快又抵达了一个路口 他朝着地图上标注 朝正面道路行去 按照这幅地图 这条正面通道很长 出了此道 在左转两个方向便能抵达另一个标注之地 天宫殿 沉落对比着地图 快速前进 这条通道果然很长 他飞顿了好一会才到头 然后按照地图指示左转两次 第二次的时候那条通道没有打开 他根据地图所画路线 从另一边绕了过去 一刻钟后 沉落来到一座暗红色殿门前 殿顶匾额上写着天宫殿三个大字 果然是天宫殿 这幅地图是货真价实的天旋迷宫地图 他心中顿时惊喜不已 竟然是真的地图 究竟是谁放在那黑色通道里的 以前的闯关者 火灵子也非常意外 沉落懒的理会是谁留下的 有了这幅地图 他凭借自己的眼术 自问能在这天选迷宫内畅通无阻 迷宫地图最里端有一个红色标记的出口 看起来应该就是通往天眼宫第三层的地方了 他必须比车青天先一步抵达那里 他轻呼一口气 压下心中激荡的情绪 看向眼前的暗红大殿 天宫殿 莫非是炼制眼甲的地方 沉落心中暗道一声 只见大殿电门紧闭 上面引现红光 显然还没有被车青天找到 沉落抬手一挥 一只银色小鼠从其袖袍中飞出 正是那只神鼠 化为一道荧光朝殿内盾去 结果荧光没飞出多远 只见前方光芒陡胜 一层红色光幕显现而出 挡住了神鼠的盾形 沉落眉头一皱 然后毫不迟疑的袖袍一抖 九柄纯阳剑射出 滴溜溜一转后融合在了一起 化为一柄十丈大小的火红巨剑 狠狠斩在红色光幕上 正是九剑合一神通 后面还有车倾天阴魂不散 他没空慢慢破解此地静置 九剑合一神通如果不行 他就直接动用翻天印 自来一声脆响 红色光幕被斩出一道长长的缺口 但并未彻底崩溃 好坚固的静置 沉落自语了一声 正要寄出翻天印 旁边的神鼠却兴奋地叫了一声 从光幕缺口内飞顿而入 再度化为荧光没入电门消失 沉落见此目光移动 停下了举动 几个呼吸后 大门上的红色光幕突然飞快暗淡 碰的一声彻底消失 大门也只要裂开一道缝隙 他脸色微松 推门进去 翻手关上了电门 电门内一个大厅 足有二三十丈之广 仿佛仓库般堆放了许多巨大的金属箱子 不知装着什么 最深处还有一道门飞 似乎另有空间 而在靠近大门右侧处 却布置了一座红色法阵 法阵的一角已经被咬烂 神鼠蹲坐在法阵旁 对沈洛妖功般的吱吱叫唤 做得不错 沈洛笑着夸奖了一句 然后取出一枚金色丹药扔给神鼠 这是一种特殊丹药 名为炼兽丹 是上古时期一个训兽门派的秘制丹药 并不是给人吃 而是用来喂养灵兽的 沈洛按照火灵子给的丹方 炼制了一批丹药出来 专门喂养这神鼠 神鼠张口接住丹药 一口吞浮下去 舒服的眯起了眼睛 我去厅内查看一下 火道友你看看能否修复这座法阵 万一那车青天找来 也能略微抵挡一二 沈洛取出明火炼炉 说道 好 火灵子没有任何迟疑答应下来 从明火炼炉内飞出 查看红色法阵 沈洛快步走到那些金属箱子旁边 灰剑斩断上面悬挂的大锁 打开箱盖 里面装的却是一块块硕大的暗金色矿石 灵霄之童 他惊呼出声 挥手又打开另一个箱子 同样装着一块块灵霄之童 灵霄之童是炼制原甲的核心灵才 天机城急需此物 想不到这里竟然这么多 卖给天机城不知能换多少仙玉 沈洛立刻催动逍遥镜 将一个个大铁箱技术收了起来 静好逍遥镜内空间足够大 否则真的只能望宝星探了 收取了这些大铁箱 他朝大厅深处急掠 穿过里面的那道门飞 眼前豁然一亮 一座更加巨大的白玉大厅出现在前方 这里摆放炼眼材料 大厅两侧各有一座低矮长条石台 上面横七竖八地摆放着许多眼甲 有之前看到的青蛇眼甲 银狼眼甲 更多的是各类从未见过的奇形眼甲 除了眼甲外 还有很多巨型枪 棒 符等眼甲武器 上面布满眼纹 看起来非同一般 沈落早已熟读了天机卷 记住了上面所有眼甲和眼甲武器 但这个大厅内的东西远超了天机卷上的范畴 很多东西天机卷上都没有记载 莫非这个世上还有眼数超过天机城的门派 沈落暗暗称奇 视线突然落在一根组有七八丈长的金色炮筒上 这东西看起来和他的神将火炮很相似 只是大小要大了许多 上面的眼纹更加复杂 这是神将火炮的强化版 沈落暗自猜测 挥手射出一股金光卷起此物 此物异常沉重 以他如今的法力拿起来竟然略微有些困难 这里不能展开神石 无法探查金色炮筒内部构造 他按照神将火炮的开启之法 在炮筒尾端拍点两下 他擦一声献出一个圆形凹槽 里面空空如也 没有安装眼睛 不过看着凹槽的构造 需要安装五颗神将火炮内的那种高级眼睛 第1538章密钥 看这样子 需要五颗高级眼睛才能催动 看来这具炮威力远在神将火炮之上 沈落暗光落在金色炮筒尾端的圆形凹槽上 眸中逆袭 他手中有十几颗高级眼睛 倒是足够催动了 只可惜这灰塔内有尽神尽致 无法动用这根巨炮 否则倒可以让车青天尝尝威力 沈落遗憾地叹了口气 将金色巨炮收了起来 如今情况紧急 他无暇一一查看其他眼甲 当即催动逍遥镜将厅内所有眼甲 武器一股脑而全都收了起来 这地方 车青天早晚有可能会找来 他可不想把这批珍贵眼甲留给对方 这个大厅顿时变得空空如也 不过在最里面的石台上摆放着一个黑铁盒子 散发出悠悠黑光 抵挡住了逍遥镜的收取 咦 这盒子是何物 沈落有些意外 走过去尝试拿起盒子 但此盒好像住在石台上 石台也和地面连接在一起 根本拿不动 他按到了一声古怪 退后两步 寄出纯阳剑坯在上面 空的一声金石箱机声炸开 剑光绽放 铁盒火光四射 竟然安然无恙 沈落正要复身细看 铁盒上面的黑光突然波动起来 飞快凝成一道书卷般的光幕 轻轻闪动着 似乎在等待什么 密钥禁制 沈落剑此喃喃自语 他从火灵子那里听说过这种禁制 一般都是用来守护密室或者宝物 需要书写正确的密钥才能打开 密钥可以视着纹 文字或者图画 强行开启只会让禁制自爆 轨掉禁制守护里的宝物 沈落考虑了一下 手指冒出金光 在书卷光幕上写了一个眼字 但其很快消失 光幕和铁盒都没有任何反应 显然钥匙不对 他想了想 又在光幕上写了天眼宫三字 仍然不对 沈落皱了皱眉 将所有可能的钥匙都输入了一遍 仍然没有丝毫反应 看来这铁盒的主人设定了一个特殊的钥匙 我出来乍到 只怕打不开 还是算了 他也没有贪心 转身正要离开 脑海中突然冒出一个念头 或许 他转过身来 在书卷光幕上 绘刻了一个复杂的图案 正是地图卷轴最后的 那个标识图案 图案刚刚绘刻完成 书卷光幕突然剧烈波动起来 然后一闪缩回了黑色铁盒 铁盒周围的其他黑光也记住那脸 盒盖发出一阵卡卡的声音 自动打开 陈洛按纳住心中的激动 朝河内望去 眉梢一挑 河内放着一根半尺长的黑色铁杆 上面雕刻了许多纹路 还有一些凸起 看起来好像又是一把钥匙 钥匙 是要打开什么地方的 陈洛取出此物 就在此刻 石桌旁边的一面青色墙壁突然晃动起来 无数青灰色碎屑纷纷脱落 几个呼吸后 墙壁上出现一毒紧闭的青铜大门 足有二三十丈高 看起来非常壮观 沈洛视线落在大门正中处 那里有一块锅盖大小的圆形凸起 他挥手一拨 圆形锅盖朝旁边滑开 露出一个黑色小洞 他看向手中的铁杆钥匙 有些明白过来 将其插了进去 严丝合缝 正好匹配 果然是这里的 沈洛面上一洗 手指一拧 精同大门内转出卡卡的激阔运转声 几个呼吸后才停了下来 厚重的大门缓缓打开 沈洛面露惊恶之色 青铜大门后是一个更加高大的巨厅 足有数百丈高 一尊高大无比 仿佛山峰般的眼甲巨人站立在里面 脑袋和巨厅顶部基本平起 眼甲巨人整个身躯呈现黄金色 胸膛和面部刻画着银白色的奇异花纹 两只铜铃大小的眼睛闪动着骇人紫色光芒 粗壮的双手一支持着火红巨斧 另一支持着黑色巨锤 整体看起来犹如天生的沙神 全身上下都散发出无边的威严和肃杀 让人望而生畏 好可怕的眼甲人 沈洛道吸一口凉气 这具眼甲巨人脸上的花纹不知是何灵纹 能凭空释放出刚烈无比的杀鸡 让人看了便觉得胆战心惊 巨人双目的紫色光芒好像蕴含两团雷电风暴 那具腐和巨锤更给人一种能够毁天灭地的可怕威势 沈洛见过的眼甲中 只有天机城的那尊擎天之蟹要胜过眼前这句了 说到擎天之蟹 此物和天机城的擎天之蟹确实有几分相似 他打亮金色眼甲两下 心中默然冒出一个念头 就在此刻 他身上突然闪过白光 无名长老的那枚长老令牌自动飞了出去 卡的一声插进巨型眼甲胸口 没入其中 那里一块金色部分向外凸起了一点 形成一道暗门的门飞 沈洛对眼前的情况呆了一下 但很快恢复平静 纵身飞到眼甲巨人胸口 握住暗门一拉 卡的一声 暗门豁然而开 露出一个仗序大小的空间 四周只有光滑如镜的玉壁 中央处摆放着一张金色椅子 上面刻满了一道道五颜六色的符纹 和周围的玉壁相连 看起来非常神秘 这是这具眼甲的操控之地 他按道一声 打亮了里面一圈 看起来没有什么危险后才迈步走了进去 一进入此地 沈洛面上立刻显现出惊喜的神色 因为到了这里 灰塔内无处不再近神静置竟然消失了 他的神石可以自如地延伸到体外 自从进入灰塔建筑 他的神石就一直被牢牢禁锢在体内 无法蔓延出来分毫 好像身上仅仅罩了一层衣服 非常不舒服 这种禁锢如今消失 他情不自禁运起神石扩散出来 其中夹杂着一根根神魂金丝 碰触到金色大椅和丝面的墙壁 金色大椅上突然绽放耀眼的金光 发出一股犀利 沈洛猝不及防下被吸到了椅子上 竟然动弹不得 而其上方玉壁突然裂开 一个金色圆球掉落下来 悬浮在金蚁之前 球体上布满了无数神秘的眼纹 沈洛面上已经 立刻祭出千斗金尊护住身体 很快发现并无危险 这才稍稍稳定住心神 小心翼翼地打亮起身前的金色圆球 这是什么 他小心地运起神石探查金球 球体上的纹路突然净数点亮 飞快吞吸起他的神石 不到一两个呼吸 沈洛的神石被吞噬了近半 沈洛心中大领 竭力收回神石 可和金球的吸力根本无法抗衡 神石继续被飞快吞噬 第1539章毁灭冥王 这是什么怪物眼甲 给我定 沈洛低吼一声 不再有分毫留守 全力运转布周震神法 没心处金光大放 他脑海中的神魂之力 绽放出阵阵金光 幻化成一座布周飓风 这才堪堪镇压住金球的吞噬 金球发出的犀利飞快消散 很快彻底平静下来 还算不错 一个平淡的声音突然在周围响起 谁 沈洛豁然睁开眼睛朝周围望去 喝道 然而周围一片寂静 没有任何回应 也没有任何异样的气息 错觉 沈洛不禁怀疑自己的耳朵 是不是听错了 就在此刻 一变突生 他身下的金色大乙和手中的金球光芒大放 涌出一股庞大静置注入他的身体 和他的神魂之力相融在了一起 沈洛顿时感觉自己通过这金色圆球 和这尊庞然大物联系在了一起 能够勉强操控这具眼甲了 与此同时 他也了解到了这具金色眼甲的情况 名叫毁灭明王 实力远远超越太乙存在 个人达到了半步天尊的境界 半步天尊级别的眼甲 虽然比不上天击城的晴天之谢 却也算是最巅峰的眼甲了 沈洛不由大喜 可惜他的境界太低 尤其是谁是不够强大 恐怕无法发挥这具毁灭明王眼甲的全部战力 但应该也能抵挡的驻车青天 就在此刻 火灵子的声音从外面传来 谁小子 我勉强修复了门口的静置 不过那车青天正在朝这边靠近过来 最多一炷香的功夫就会抵达 沈洛闻言一惊 看到深周的毁灭明王 一颗心又安定下来 无需担心 你进来吧 他开口说道 火灵子听到沈洛沉稳的声音 心下有些惊讶 回到明火炼炉 朝里面飞来 很快来到青铜大门内 那只神鼠也跟了过来 看到面前这具庞大的金色眼甲 火灵子也大吃一惊 明火炼炉停在了那里 神鼠却没有任何顾忌 从毁灭明王胸口的暗门 飞回沈洛身边 无需担心 我已经操控了这具眼甲 进来吧 沈洛的声音从里面传出 火灵子文言这才飞了过来 也落在沈洛旁边 观察周围的情况 沈洛掐绝一点 暗门卡的一声关上 毁灭明王全身绽放出耀眼金光 上面的灵纹快速如动 扇风般的身躯飞快缩小 几个呼吸变化为十几丈高 炎甲手中的巨腑和巨垂也随之缩小 这是天尊及炎甲特有的能力 这个级别的炎甲已经不能算是死物 和活人相差不多 可以随意控制炎甲的大小 虽然缩小了许多倍 毁灭明王身上萦绕的可怕气息 却没有削减分毫 沈洛微微点头 催动炎甲朝外面行去 很快来到天宫殿大门后 通过炎甲内的静置朝外面望去 毁灭明王双目光芒陡胜 射出两道如有实质的紫芒 天宫殿大门在他眼中突然变得半透明起来 能清楚地看到外面 就在此刻 车倾天从远处飞顿到了天宫殿门口 眼见大战将起 火灵子没有继续待在外面 深深凝视了周围的眼甲一眼 飞入了逍遥境内 天宫殿大门早已关闭 上面的静置也恢复如初 仿佛从未有人踏足此地 看到天宫殿静置完好无损 车倾天面露喜色 因为追丢沈洛而郁闷的心情舒缓了很多 夹绝收起了头顶的白色符路 这枚符路可以让他在那些侵蚀通道上畅行无阻 但金石格 天宫殿等地方部下的静置更加高明 白色符路并没有用 车倾天没有试图破解此地静置 翻手一挥 四道剑光从他身上射出 确实四柄大剑 先前使用过的白色大剑也在其中 其他三柄剑外形都是一样 只有颜色不同 分别呈现绿 紫 黄三色 气息也是迥异 车倾天掐绝催动起来 白 绿 紫 黄四道剑光从四柄大剑上绽放 随着它的不断施法越来越强大 四色剑光逐渐融合 组成一个奇异的图案 看起来又是一座剑阵 一股强大无比的剑气爆发 比之前和沈落交手 是使用的剑气剑阵强大了数倍 沈落通过毁灭冥王的视野 清楚地看到外面的情况 眼中寒光一闪 这车倾天竟然精通多门剑阵神通 幸好自己之前眼见情况不对 立刻转身变逃 否则现在是否活着都不知道 二红大门似乎感应到了这股强大剑气 那层红色光幕豁然腾起 看起来和之前一般无二 但沈落从里面能感应得到 红色光幕有形无实 威力只怕仅有之前的三成 门内法阵被神鼠咬坏 火灵子出手修复 但仓促之间不可能完美修复 冬雪斩 车倾天挥手抓住一柄白色大剑 向前凌空一挥 注视到雪白剑气凭空冒出 寒气弥漫 给人一种冬日飘雪的枯寒之感 斩在红色光幕上 红色光幕应声而碎 雪白剑气随即披在暗红大门 暗红大门发出一连串的闷雷巨响 瞬间布满裂痕 眼看便要彻底崩溃 沈落眼中绿色一闪 毁灭冥王右手赤色巨斧上 豁然亮起汹涌的红光 从后面狠狠劈在大门上 已经濒临崩溃的大门应声而碎 赤色巨斧蛮横的劈进雪白剑气内 轻松将数十道剑气尽数击碎 巨斧上的红光更盛 仿佛一颗从天坠落的燃烧陨石 以横扫一切的气势展向车倾天 车倾天被眼前的巨变惊道 反应迟钝了一瞬 赤色巨斧到了身前仗许才反应过来 急忙将手中白色大剑横在身前 飞快送面咒语 大剑白光狂闪 无数道宽大白色剑气凭空而生 瞬间在其身前凝成一道宏大的剑气光幕 沉落眼中闪过一丝惊讶 但赤色巨斧速度没有丝毫迟缓 狠狠斩在剑气光幕上 焦阳般的红白光芒从巨斧和光幕碰撞出爆发 每一道光芒都蕴含强大威能 将周围数百丈内的通道撕裂摧毁 一块块大石从上面直接坍塌下来 但立刻便又被红白光芒搅碎成漫天烟尘 烟尘最深处赤色巨斧赫然将剑气光幕展开大半 但还是被那柄白色大剑挡下了这一击 大剑此刻变大了数倍 悬浮于车青天头顶 嗡嗡颤颤抖不已 第1540章违反规则 毁灭冥王 怎么可能 你怎么能操控 哼 以你的实力根本发挥不出这具眼甲的真正威力 给我滚出来 车青天看向金色眼甲 面露金色 随即又冷笑出声 两手掐绝点向另外三柄大剑 三柄大剑电射而回 从背后展向毁灭冥王三处关键部位 沈洛丝毫没有理会身后袭来的三剑 全部神石禁术注入赤色巨斧内 巨斧上的红光在此一亮 轰然化为一团雄雄燃烧的烈焰 其中引现一轮太阳虚影 这柄赤色巨斧名为烈日战斧 月寒九天烈日的威能 全部催动出来足可赤地千里 焚毁一切 沈洛如今自然发挥不出烈日战斧的全部神通 但也能驱动五成左右 一股毁灭性的力量从赤色巨斧内爆发 将剑气光木禁术斧破 狂暴无比的力量滚滚注入白色大剑内 白色大剑上剑芒狂闪 剑刃上赫然浮现出一道道裂纹 飞快蔓延 车青天面露金色 张口喷出一股金血融入大剑内 体内法力更是疯狂注入其中 白色大剑上的剑光顿时明亮数倍 无数雪花在周围出现 扩散的裂纹顿时停住 然而不等它松上一口气 头顶黑影闪过 毁灭冥王另一只手中的黑色巨锤当头落下 狠狠砸在白色大剑和赤色巨斧交接处 一声惊天动地的巨响炸开 无数道黑色雷电从巨锤上爆发 瞬间席卷了周围数十丈的范围 将附近地面烧灼成焦黑颜色 从背后袭来的三柄大剑被爆裂的黑色雷电击中 技术震飞了出去 这柄黑色巨锤名为雷神锤 蕴含天雷之力 以及天地轰鸣 在积淀光四起 三机万物俱灰 历日战斧 雷神锤的力量叠加一起 白色大剑轰然断裂 巨斧巨锤劈头盖脸打向车青天 车青天面露痛惜之色 却没有惊慌 利用白色大剑正德的一瞬 双腿再次冒出两团青色旋风 朝着旁边闪电般横移 眼看便要逃出巨斧巨锤的攻击范围 然而毁灭冥王双目紫光大放 无数粗大雷电从中射出 淹没了车青天的身体 车青天身体被一道道紫色雷电贯穿 身体顿时爆裂开来 但漫天炸裂的血肉 突然化为点点残光飘散 与此同时 百丈开外虚空白光泛起 车青天的身影凭空显现 身上一衫都很整洁 似乎没有遭到任何攻击一般 他的面色却难看无比 恶狠狠地看着毁灭冥王 抬手一招 三柄完好的大剑飞射过来 在其身周盘旋飞舞 虽然躲过了陨落之塞 可他惊涛血剑损毁 无法再布置四季剑阵 实力大损 至于眼术 这里无法展开神石 最多使用一些无需操控的弱小眼甲 根本帮不上忙 更让他痛惜的是 身上一件珍贵无比的替解眼人 也就此用掉 那可是他的保命之物 替死之物 沉落眉头一皱 立刻催动毁灭冥王朝车青天扑去 他能使用毁灭冥王眼甲的时间不多 必须在这段时间内重伤 最好杀死车青天 赤色巨斧 黑色巨锤 披头盖脸砸下 车青天又惊又怒 却也只能催动三柄大剑抵挡 先前其操控四柄大剑 时也无法抵挡的重毁灭冥王 如今只有三柄大剑 无法施展先前的剑阵 更是处于下风 连连后退 一人一眼在青石通道内横冲直撞 所过之处 青石通道仿佛只胡拟捏 根本阻挡不了二人分毫 眨眼间坍塌了两三条 违反闯关规则 驱逐出天眼宫 就在此刻 一个威严的声音突然在沈落耳边响起 一道白光毫无征兆的从天而降 轻易便穿透毁灭冥王 笼罩住他的身体上 对了那块石碑被面写了不能损毁迷宫 沈落猛的回想起仪式 前面的车青天也被一道白光照住 满脸惊恶之色 不等二人做出任何反应 眼前便被汹涌的白光淹没 什么也看不到了 等沈落回过神来 发现自己已经出现在一片碧蓝大海上空 环目四股之下 发现周围都是碧蓝的无限水色 天空白云飘飘 焦阳高悬 让人心胸一阔 在这里 所有禁止都消失无踪 谁时能再度顺畅的扩散开来 难道已经离开了天眼宫 沈落心中涌现出一股复杂的心情 离开天眼宫 他幸运自然无余 但是天眼宫内宝物众多 而且他已经掌握了天玄迷宫的地图 接下来正要大肆收落一番 竟然在此刻被传送出来 真是不走运 他抬头看向远处高空 一座巨大白玉建筑悬浮 在阳光的照射下金光闪闪 仿佛星隔天宫 这白玉宫殿虽然和那灰色巨塔相差很大 但沈落一眼辨认出此物便是天眼宫 二者气息是一样的 他看着白玉宫殿 正要靠近一看 但接着便猛地一回头 只见一道绿色剑光正以迅雷之势 从远处电射而来 赫然正是车青天 脚下踏着那柄绿色大剑 满脸怒容 他好不容易才进入天眼宫 还什么都没有完成 竟然被一个真仙初期的小子 拖着被驱逐了出来 这让他如何不狂怒 沈落如今之身被传送出了天眼宫 毁灭明王并未被带出来 而且因为之前操控毁灭明王 神石消耗极大 根本不是车青天的对手 立刻转身变逃 贼子 别想逃 下雷斩 车青天翻手祭出那柄紫色大剑 凌空逆展 一道道雷电般的剑气从大剑上绽放 铺天盖地打向前方沈落 发出风雷呼啸的巨响 然而就在此刻 弃柄飞剑出现在沈落身下 连成一道长长的剑红 包裹住他的身体朝远处电射而去 比起寻常真仙修饰快乐数倍不止 揍的一下便飞出了雷电剑气的笼罩范围 车青天见此急忙全力催动身下绿色大剑 但沈落所化剑红仍然快上一线 二者之间的距离飞快拉开 哪里走 车青天眼中闪过一丝金色 身上青光闪过 多出一件青色铠甲 笼罩住其大半身体 铠甲背上长着一对青色翅膀 上面眼纹密布 青光缭绕 两只翅膀一扇 上面的青光暴涨 车青天的身形陡然变得迷蒙 速度猛增了大半 快速逼近了沈落 嗨